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于心阳 之前结构的课程 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简单的 梁墙柱板绘制方式 以及相应的 独立基础和调性基础 那么接下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行架 跟支撑 首先我们看这个行架 点击行架 那我们还是同样 可以在属性栏里面 找到我需要的 行架类型也是一样 可以通过载入族 结构 可以专门到 许多的行架的族 我们都可以 按照我们的需要 进行选择 首先 画行架 它的绘制方式呢 其实跟梁差不多 都是我当前的标高 就是我横架顶部的标高 那如果我要修改 我这横架的顶部标高呢 也是一样选中它 在这里有一个起点 终点 标高偏移 好 我们在三维里面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 我现在这个横架的样式 首先呢 这个横架有上显杆 下显杆 我们可以选中它 这里有一个编辑轮廓 点击编辑轮廓 可以直接的修改 上显杆跟下显杆的 这个编辑样式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在绘制这个上显杆 和下显杆的时候 最好不要先把这条线 删掉 比如说我先画上显杆 画一个 弧形的 最好不要先把它删掉 因为它的端点的位置 都是固定的 如果你把它删掉以后 你会 可能会遇到问题 就是你找不到它的端点 你找不到它的端点 它的位置只要是一变了 这样了以后 它就不会再生成 相应的横架的样式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 先不要把它删掉 拾取它的端点 端点 好 位置完成以后 再把这个线删掉 这时候点完成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房价的上显杆 就会变成我需要的样式 那么下显杆的 绘制方式也是一样 需要选择下显杆 然后还是同样 先不要把它删掉 就为了拾取它的端点 不删是为了拾取它的端点 好 拾取它的端点 这边画轮廓 然后拾取端点 拾取完端点以后 这个时候记住要把它删掉 因为我们的上显杆 下显杆的轮廓都必须是一条线 而不是一个封闭的图案 这时候点击完成 才不会容易出错 好 那么这是一种 咱们修改上显杆 下显杆 轮廓方式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可以通过附着的方式 来修改它的轮廓 我们点击它 这里有一颗重设轮廓 点击重设轮廓 让它自动的恢复成我们默认的形状 我们在里面看一下这个高度 在标高2 那么我就在 去对标高2高一点的位置 比如说标高的标高度偏移 调成武器 画一块板 大家注意 如果我要用附着方式 来附着这个横架的话 必须要保证 这个板将这个横架整个覆盖住 如果是一半的话 它是不能成功的 这个待会儿就跟大家仔细说明 我画完这个板以后 相应的 给它添加一个高度 可以用添加分割线 我来给它 修改一下 它的坡路 添加分割线 修改此图源 然后我改一下 高度 比如说这个是往上添 添加高一点 这边让它高500 这边是500 好 基本的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那我可以选中这个横架 然后附着到顶部 点击附着顶部 拾取这颗标板 好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上转杆 自动的就拾取到了 我的这个楼板顶部 那么它的轮廓呢 也是沿着我们楼板这个底部 整个的附着上去 那它的底部附着也是一样 我在底下画一个 比如异性的楼板 选中它 然后直接附着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 我刚才说到的 我的楼板必须要整个的 将我的横架 覆盖上 如果是一半的话 那么它的附着就不能成功了 现在把它分离一下 这个时候你看啊 如果我要点附着的话 它就会出现问题 我的行家这一侧的附杆啊 鞋杆啊都没有了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 那么我们现在了解了 大概了解了修改这个上线 下转杆的轮廓以后 我们还是可以点击这个横架 在编辑类型里面 修改我们上线杆 树向副杆 斜副杆 以及下旋杆的结构框架类型 或者起点 终点的 运输释放 这里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结构框架类型 这个结构框架类型 它的 组属性 组类型 是跟我们的粮是共用的 好 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包括了所有的粮信息 如果我需要载入我想要的 树向副杆类型 那么我们还是要在插入 载入组里面 找到框架 然后我载入一个 框架里面我载入一个 这个 这个比较 能找 打开 那么这个时候我还是同样可以在我的 结构框架类型里面找到了刚才在 这个 交合层用 这个大家要注意 我们的上线杆 属算副杆 斜副杆 下线杆 它的结构框架类型是跟我们的粮食共用的 好 这个是基本的 咱们行架的 要注意的几个点 那么同样的我们看这个 和支撑 支撑呢 它的属性篮也是跟粮食共用的 如果我要载入我需要的支撑 还是一样在载入租里面找到结构框架 在那里面去找我需要的支撑类型 那么支撑这里呢 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它的 附着类型 我简单的画一个支撑 我简单的画一个支撑 先画两根柱子 画两根梁 这两根柱子我把它的地步给它向下延伸一下 拾三千 平四三千 好 那我在中间这两个地方绘制两个支撑 下标高一 再标高二 可以调整清洗 结构里面找到支撑 这个支撑呢 这里有一个起点和终点 它的绘制方式呢 有点像我们那个席柱 我们可以直接确定一下起点 在标高一中点 标高二 找到它的终点 终点 好 画两根 支撑 这个时候 这两根就是绘制的支撑 那么在支撑这里呢 有一点 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个起点附着 还有终点附着 选择拉下来 这里呢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起点附着 还有终点附着来调整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发现它的这个 只有终点附着 只有终点附着类型 没有起点附着类型 那么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这个支撑 没有连接到 没有连接到 注上 终点 没有还是一样 要连接到 画到这个注边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起点和终点 这一点是必须我的支撑的起点 或者终点附着在梁上 才会有这个附着类型 那我因为我的这个起点是附着在柱上 所以它没有 那么没关系 我们只看这个终点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终点我因为是辅着在梁上 所以它会有一个附着类型 那么附着类型呢 有两种 一种是距离 一种是比率 距离 是支撑起点在梁上 梁的最近端 与支撑起点的距离 梁的最近端 与支撑起点的距离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梁 然后大概看一下它的长度 是六千 六千零一十 那我们选中它 六千零一十 一半是三千零五十 三千零五 那么我可以看到 这个梁的终点就已经附着在我的这个支撑的终点就已经附着在我梁中心处 那么同样的 有一个比率 比率 就是该值的起点位置与梁的百分比 如果我要让我的终点附着到我的梁的中心 那我们直接可以把比率改成0.5 自动的附着到两个中心 这个比那个距离要更精确一些 注意一定要是附着的梁上才会有这个附着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附着类型来调整 精确的调整我们这个支撑的位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